老公我們後天就要走了 你爸爸不是在福州 幫你找到一個醫院的學校嗎 你是那邊沒有老公嗎 沒關係 你那個新的媽媽不是會照顧你嗎 如果阿輝國 不要對後悔的新媽媽這麼反感 也就是說 反感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就是因為有人拋棄自己的承諾 離開了以後 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有很多事情是沒有 每週六週日晚間九點 未來綜合台 鏈下三十八度C